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云霄 根据那些记忆 现在是天武力一千零三百三十年 据我死在天道山漫一遥 十五年了 那雕像是我 雕得还凑 李云霄 你胆子不小啊 我的课你也敢睡觉 可这里 还有这副身体 我重生了 回答问题 普通寻兵的炼制方法 有多少种 这妹子身材火辣 长发俊严 若是配上一身战袍 再挂上双肢哀伤 那就是活脱脱的 另一个红莲武帝了 可惜 只是个四象境界的武军 还差得远呢 怎么回事 我怎么会被一个 普通小子看一眼 就心神失手 一定是最近困在那件事上 心神有些不定 回答问题 玄冰的炼制方法 有多少种 这种小儿科问题 来靠我这九届数炼师 炼制玄冰 一共四十包串 果然还是这样 李云霄这小子 我早在梦游 身体的轮脉没开 脑回路也稀碎 不愧是李家废柴校爷 什么 废物 你看书了吗 杨敌大人的赵哥书上 分明只有三十六种 杨敌 那臭小子 武飞扬曾独创的 十二种方法 那难道给忘了 这家伙竟敢如此 称呼杨敌大人 这小子怕受责罚 所以开始胡言乱语了 就是 杨敌大人身为 古飞扬五帝大人的学生 难道会 都住口 破军五帝古飞扬 不仅是天舞大陆 排名第三的舞者 更是顶级的 九阶大数炼师 确实独创了 十二师炼器之法 什么 但是教科书里 这十二师 普通人根本无法掌握 杨敌大人就没有介绍进来 都说这李明像是五帘废物 脉轮都没有开 难道他的天赋 在数炼 但若培养成为数炼师 其价值远在五炼之上 这 别以为看了点课外资料 就沾沾自喜 你说 炼之之时 为何要加入天津杀 这个问题如果你能答上了 我的课你以后就不用上了 老师生气了 谁都知道炼制选兵要加入天津杀 哪有什么为什么 这不就等于再问一加一 为什么等于二嘛 这天津杀不是必须之物 不过是凡俗数炼师 无法精确融合材料 还需要这一缓和制物 说得好 但有的炼制过程 为什么加入天津杀会失败 天津杀属水 当然不能用在火属性的炼制中了 原来如此 那 那我问你 吃炼同融合药精的时候 如何去掉天津杀的影响 把天津杀当作杂质 采用淬炼金去除掉就行了 原来如此 难怪我一直失败 这么简单的事 竟被他异于电破 他 他的眼神是轻蔑无限 云霄 下节课 你必须来 现在上自习 以后 他的课不用来上了是吧 他 他真走了 不是吧 云哥今天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开窍了 这 喂 你们说 什么情况啊这是 难道这李云霄居然是个数炼天才 别傻了 数炼师的天赋要求比五炼高得多 他一个脉轮都打不开的废能走数炼之道 老大说得对 老大说得对 搞屁的树炼天才 就是这儿 天水国国都树炼师塔 先找到杨敌吧 得把我这身废柴身体好好淬炼一番 顺利的话 只需要几年我就能恢复功力 到那时 凭我两世的修武定可以向更高层次冲击 这一世我要站在世界的巅峰 借国都的树炼师塔还挺气的 你好 欢迎来到树炼师工会 这位小先生 你有事吗 小先生吗 我找杨敌 他还在吗 杨敌大人 你说的是前会长杨敌大人吗 前会长 这么说 他不在这儿了 杨敌大人担任此处会长 是二十年之前的事了 有点麻烦了 本还想让他给我练些突破用的丹药 现在 要靠自己打通身上干涸的隐形经脉的话 想我前世 被作为五道数到两道天才 不仅是九届地级树炼师 位列树炼师工会七大长老之一 五道 更是站在九天境界的巅峰 被声誉赐予封号 破军的五弟 连我的徒弟 都是天舞界响当当的人 可现在 这副身躯已经十五岁了 如不尽快清洗经脉 以后就更能恢复 不管怎么说 先打通经脉 是最首要的 这样 我写个方子 你看能不能帮我找来 好的 您请便 鲁瑶 你在干什么 赶紧的 梁大人找你 贾荣大人 这位先生 想正托我找些材料 梁大人那儿 我马上就去 方子 我看看 一杰树炼师 不过 一杰树炼师 什么乱七八糟的 大 大人 老子随便开一张方子 就是无价之宝 如今居然被一个一杰树炼师 蠢货当废纸 还不快去找梁大人 事先耽误了要你好看 是 大人 这不是小孩来的地方 滚吧 你叫贾荣 晋升数炼师 不过七天吗 既然知道我的身份 记得要加上 大人 可你真 成了数炼师吗 好 你 多少 怎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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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你 你